Hello 各位朋友們,我是Kaiwan 就弄得快速開箱一個超級便宜的曲面電鍵螢幕 這個是ASUS的TOUGH GAMING VG32 VQ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什麼說明都沒有,這要怎麼把它拿出來 OK,所以裡面有一個還算蠻輕的螢幕底座 一條螢幕變壓器的線 還有一條HDMI 這螢幕的變壓器是外接的,所以它沒有內建在電腦螢幕裡 這個需要注意一下 還有保固卡說明書,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飾板 你把你拉著,然後我去拉盒子啊 OK,終於把它拿出來了 下面的底座不用工具還蠻棒的 直接用手可以收上去 OK,這就是我們的 ASUS VG32 VQ的 32吋電鍵螢幕 外觀看起來蠻乾淨的 結果後面有一些很酷的線條 就這樣,沒什麼 後面的IO就只有一個Displayport 兩個HDMI 跟一個3.5mm的耳機孔 那這個螢幕的移動你可以上下移動 你可以 Tilt Up Tilt Down 還有左右的超級寬的移動 可以轉超遠 OK,那我們組裝好之後 我們就直接拿去電腦旁邊使用 看看好不好用呢 我們就直接來測試三個重點 FreeSync Extra Low Motion Blur 簡稱ELMB 還有Trace Free 那這台螢幕有AMD的FreeSync 那也有NVIDIA的G-Sync 兩個都支援 FreeSync這個功能可以隨時開啟 不會因為開啟ELMB而被關閉 那ELMB真的有差 看的真的比較清楚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到底差距多大 我就用相機來測試 我攝影機開每秒120格來拍攝 每一格的畫格是0.5毫秒 那ELMB開啟的話 畫面從螢幕中消失需要花4格的時間 那換算下來就是等於2毫秒 移動中的畫面就可以在螢幕上完全消失 那開啟ELMB這個功能亮度會減少 但是我還可以接受沒有到非常暗 下一個功能就是Trace Free 這個功能可以讓螢幕更快的 從黑色切換到你要的顏色 但通常開啟Trace Free這種功能 它的副作用就是快速移動的畫面 會出現奇怪的顏色 但是我把Trace Free這個功能關掉之後 快速移動的畫面就已經有出現奇怪的陽紅還有綠邊 雖然非常非常的纖維 但還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很討厭這種奇怪邊緣的效果 那你可能就要找其他品牌了 那如果Trace Free開到100的話 你就更加明顯的 綠色的陽紅的邊緣看了就很討厭 原廠ASUS它的Trace Free的預設是60 但我對這個奇怪顏色的效果沒有什麼要求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開到80 接著我們要來講這個螢幕的優缺點 我們先來講優點就是我最喜歡這個螢幕的部分 雖然它有內建喇叭 但是 之後根本用不到 但是一開箱接上HDMI就有聲音 那感覺非常棒 2K這個螢幕解析度加上144Hz 這個組合真的超級棒 那這個螢幕是VA面板 所以它的對比度非常厲害 跟IPS螢幕比起來就是厲害太多了 黑色真的可以到非常非常的黑 那色彩空間SRGB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你需要其他的色彩空間像Adobe RGB啊 那你就要去找其他螢幕了 那下一個優點 螢幕的設定非常非常的直覺 因為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搖桿在後方 不像普通的螢幕只有幾個按鍵 在設定螢幕的時候你真的會按到發狂 那這個螢幕還有幾個我覺得很酷的功能 像是普通不一樣的計時器 它就會瘋狂的閃爍提醒你要休息 還有狙擊槍放大 這根本開外掛 根本不用開箭就可以瞄準 這真的太瞎了 那接著我們來到了缺點的部分 第一個缺點就是曲面螢幕 這一個螢幕是1800R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可能是我自己期望太高吧 那理論上我要站在1.8公尺的地方 我才會剛好在原先上面 在1800R還是比平常的平面螢幕更有沉陣的感覺 下一個缺點 如果你開啟去藍光濾鏡的話 它會一直跳到其他的預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關掉綠藍光濾鏡 它也不會自動幫你調回來 那下一個缺點就是每一個預設設定 都有一些功能的限制 我也不知道ASUS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就是這樣子 每一個預設都有一些功能限制 下一個缺點 ELMB超低動態模糊開啟 你就不能開啟tracefree 所以你只能挑一個功能開啟 那如果你選擇ELMB開啟 tracefree關閉 那延遲就會比較長 那使用起來真的有差 那剛剛講到的ELMB 其實原理就是在畫面 畫面中插黑色的畫面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螢幕會一直閃爍 我自己看久了 我覺得眼睛很累很累 快要解體了 所以如果我用這個螢幕的話 除了玩遊戲我考慮看一下 其他時間我就會把ELMB給它關掉 下一個缺點就是可視角度非常大 但是顏色的準確程度非常小 你從螢幕的上方跟下方看 那個色差就是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下一個缺點就是它的外接變壓器 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 為什麼還有外接變壓器這個東西 真的很神奇 這個螢幕的後面也沒有任何的USB連接啊 或者是充電的功能 那最後一個缺點就是它整個面板 邊緣的一公分上下左右都有 它的邊邊它的飽和度就會比較低 還有點濕光 對比度也比較低 那我不知道ASUS為什麼會選用這種低頻質的VA面板 雖然我也不能改變什麼 只是我覺得這個ASUS的螢幕沒有看起來非常好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ASUS VG32 VQ 快速開箱更一個小小測試的影片 那當然喜歡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Yeah?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開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那我會見你們下次見 Bye Bye Aaah